保镖意外发现窗帘后有一只皮鞋 他忍不住上前查看 结果下一秒就被藏在另一端的杀手一刀封后 随后男人淡定穿上皮鞋 前往下一个目的点 装载了消音器的sub手枪 很快让男人悄无声息解决掉了外面的保镖 等VIP式的富商看见男人时 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脱 于是希望用钱将他收买 可乔有着自己的职业操守 毫不犹豫将富商一枪爆头 随后乔示意女人不要发声 否则并不介意多浪费一颗子弹 好在女人很懂事 默默起身离开了房间 然而就在乔准被撤退时 突然一阵强烈耳鸣 让他近乎失去了意识 帕克顿感不妙顺着楼梯逃离 这时富商的尸体被保镖发现 他正打算前往追击 却被赶来的歌剧院安保人员发现 见他手持武器 双方当即爆发火拼 一名安保重枪倒地 剩余的那人在呼求支援后 迅速追到房门口 结果却被保镖隔着木门射杀 随后保镖一跃而下跳到舞台中央 激烈的枪声让整座歌剧院陷入一片慌乱 舞女安娜在逃跑时 不慎被路人撞翻 路过的乔替她捡起手机 抱着她来到了外面 这时乔不是敢再度袭来 安娜着急寻找救援 可等她回头时对方已经不见踪影 次日乔找到医生诊断 得知眩运感是头部多次遭到撞击所产生的后遗症 这对于一个杀手来说十分致命 因此老板在得知情况后 将昨晚暗杀费用的75万美金给了乔 并让她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由于先前安娜的手机还没有归还 于是无所事事的乔便找到安娜所在的练舞房 对于这个热心的大个子 安娜有着莫名好感 提出想请她吃饭表示她上次的帮助 然而面对美人的盛情相邀 乔却不解风情拒绝了她 安娜不死心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乔在离开房间后 随手将纸丢进了垃圾桶 可没走几步 又将纸重新捡了起来 或许是想到忙于工作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放松一段时间了 当晚乔主动约安娜约会 两人相谈甚欢 但乔并没有坦言自己的职业 安娜对乔毫无防备 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跳舞 虽然她让自己伤痕累累 之后两人频繁约会感情迅速升温 但乔的硬汉柔情只有安娜能够享有 在平时她依旧是业务娴熟 从未失败的顶级杀手 拔枪射击就如呼吸一般自然 她本以为这样的生活会持续到自己死亡 直到这天医生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乔的头痛是因为患上了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意味着她的运动神经元正在快速解体 到时候别说做一名杀手 甚至连当一个普通人都无比费力 而更让乔绝望的是 这种病从未有过治愈的先例 乔嘴角苦涩询问自己还有多少时间 医生保守估计即便是最好的情况 也仅仅只有三个月 在回家查找资料后 乔的内心更加绝望 一度想要吞淡自杀 但对安娜的爱让她又不甘心就此死去 可现实往往就是这样无奈 想到安娜说她的梦想是开一家舞蹈学校 于是乔拿着多年积蓄找到老板 希望她能帮自己买一份人寿保险 受益员写安娜的名字 在得知乔的情况后 老板十分震惊 两人合作多年 关系早已跨越了上下级 他劝乔不要放弃 但乔战斗了一辈子 如果可以更希望在充满战斗力的时候死去 而不是像一堆烂肉躺在病床上等死 可老板还是无法答应她的请求 于是乔只好找到希拉求她帮忙 两人是死对头 一听乔开价200万让她找人干掉自己 希拉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 毕竟乔作为欧洲第一次客 只要完成这项任务 就能得到一块金字招牌 等乔离开后 希拉立即发布悬赏 招募全世界最顶级的杀手来完成这项任务 其中有黑人狙击手老布 韩国疯子组合 以及意大利喜欢分尸的飞车兄弟 当晚乔和以往一样来接安娜下班 她面色凝重说出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 两人都知道这意味着分手 乔没有解释 最后一吻结束 便眼睁睁安娜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 回到家的乔借着罪意告诉了安娜真相 结果这时医生突然打来电话 说结果出错 他根本没有任何毛病 但赶来的杀手已经找到楼下 乔赶紧在门口放置了一枚感应地雷 第一批赶来的杀手是韩国小队 乔解释弄错了 自己要解除合同 可等来的回应却是一根中指 毕竟他们大老远跑来 显然不是一句话就能轻易打发的 红衣小伙最擅长拳脚 但在乔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 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第二个是使用手辅的丸子头小萝莉 乔没有丝毫怜惜玉 几招下来将他轻易解决 第三个蓝衣小伙是见到高手 只可惜找错了对手 被击倒在地后 乔抓起他的双腿随意一甩 脑将顿时蹦出了三米远 这时手持太极刀的短发妹上场 两人互抛妹眼开启了决斗 本以为乔在三场战斗后体力耗尽 短发妹成功一刀扎进了乔肩膀 可下一秒就被一记上勾拳 打碎了下颚 乔将短发妹的牙齿丢到老大脚下 希望她就此离开 见对方掏出匕首 乔果断丢出太极刀将她劈成两半 走出房间乔联系希拉要取消合同 却遭到拒绝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原来乔曾经杀了希拉的父亲 如今复仇的机会就摆在眼前 希拉怎么可能放弃 第二个找来的是飞车兄弟 乔故意将他们引到一间仓库 而此时两人还不知道掉进陷阱 误以为自己才是猎人 对乔展开了戏耍 结果乔在弄清他们的把戏后 抄起一根钢管瞬间便将他们的攻势化解 随后乔扶起摩托车快速离开了现场 得知飞车兄弟覆灭的消息 希拉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将赏金翻倍 几乎将世界上有名的杀手都叫了过来 与此同时乔找到老板家中 在处理好肩膀上的伤口后 老板妻子说自己会一些推拿 要帮乔放松 结果阴差阳错治好了他的头疼 乔激动异常 另一边安娜接到乔的电话 让他逃离城市几天 安娜立即回家收拾东西 这时手机突然收到50万欧元的转账 来不及思考乔的真实身份 就在安娜打算离开时 两名杀手找了过来 安娜踢倒了其中一人 却被另外的黑大哥打晕强行掳走 对此乔并不知情 为了将杀手一网打尽 他拿着老板交给他的炸药 正火速赶往杀刺伯格城堡 而当他实时位置更新后 无数杀手向着城堡蜂拥而至 第一支抵达的小队 为了独占赏金抢先摸进城堡 结果等来的却是一颗手雷 两人反应迅速躲过了爆炸 这时乔翻身而下和他们展开厮杀 这次的对手明显和之前不一样 在两人的围攻下 乔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好在利用提前设置好的陷阱 乔最终有惊无险将他们解决 这时杀手姐妹花追了过来 面对两人凶猛的火力压制 乔迅速后撤 但还是被炸弹的余波吹飞 随后双方隔着走廊展开对射 听见乔子弹耗尽的声音 其中一人放松警惕 正要上前结果出发陷阱 被乔挟持 面对想要杀自己的人 乔从不心慈手软 拆掉女杀手身上的手为拉环后 将她丢了回去 可自己也被炸弹的余波 炸到了另一名杀手脚下 两人没有多过废话直接交起手来 由于两人拳脚功夫不相上下 很快不约而同使用起了兵器 而论剑术却是乔更胜一筹 杀手玩不起捡起武器开枪射击 结果却掉进乔提前准备好的陷阱 被炸得尸骨无存 这时乔接到安娜的电话 可那头却是老黑的声音 乔的心顿时紧张了起来 老黑命令他穿过墓地一直向东 显然是不想让其他人分走赏金 这时弗兰德已经带领着雇佣兵小队杀进城堡 但防不胜防的陷阱 俩下惨状更是让剩余人感到毛骨悚然 黑暗中的乔犹如幽灵 抢过一人武器后迅速将他们团灭 随后乔走出隧道 发现老黑早已等候多时 他让乔丢到武器 碍于安娜还在他手中 乔只好乖乖照做 这时老黑打电话通知同伙 让他将安娜带来 却没想到同伙直接开车将老黑撞飞 原来就在不久前 安娜找借口下车一棍子打晕了瘦子 接着开车将老黑撞飞后 立即推开车门接应桥 等弗兰德带人追出来时 两人早已逃之夭夭 车上桥将自己杀手的身份坦然相告 安娜震惊之于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选择了原谅 可下一秒他便突然晕死了过去 桥下车检查后才发现安娜被子弹擦伤 无奈之下只能将他抱进附近一家教堂 在确认安娜并无大碍后 两人便准备在这里正式完婚 并让神父作为他们的见证人 可没想到老黑半路杀了过来 一枪打倒了神父 手雷突然丢到脚下 原来是弗兰德带着雇佣兵小队找了过来 只要杀死老黑就能独占赏金 几人自然不会介意 于是双方展开激战 老黑虽然解决掉了所有雇佣兵 但弗兰德丢出的手雷炸倒了架子 将老黑死死压在身下 就在弗兰德上前打算补枪时 乔杀了出来 两人持枪而对 却没想到乔的枪里没有子弹 就在弗兰德叫嚣时 安娜直接一枪崩掉了他的脑袋 得知杀手全部覆灭 希腊仓皇收拾东西想要逃跑 但这时老板却找上了门 杀手组织有杀手组织的规矩 希腊勾结雇佣兵已然破坏了规则 老板作为画室人选择清理门户 故事的最后 乔选择金盆洗手 和安娜顺利完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只是这样的平静的生活又能持续多久呢 2023最新复仇爽片 子弹就是上帝 震撼来袭 该片号称新版 这个杀手不太冷 打斗场面惊险刺激 废话不多说我们正片开场 鲍博是警局劳模 平安夜还自愿在警局加班 领导对此都看不下去 让他赶紧回家卸着 下班后鲍博来到女儿屋外 亮着灯和女儿打招呼 自从和前妻离婚 他就只能以这种方式见到女儿 加比不想让父亲担心 也隐瞒了母亲在婚后的不幸福 加比挂断电话后 发现母亲的争吵突然消失 他走出屋外却没看到人 突然从角落窜出一个人就挟持了他 与此同时 他的母亲和继父也被暴徒控制 暴徒们神情诡异 浑身都是奇怪的纹身 加比的母亲拼命挣扎 好不容易挣脱束缚逃跑 却被暴徒一枪击中 加比母亲跌跌撞撞地继续跑 却被守在屋外的女人一枪打穿 尸体直接掉进泳池 第二天鲍博参加圣诞集会 原本应该在场的女儿却并不在 鲍博害怕独自前往会惹怒前妻 于是招呼同事一起过去 他们来到门口 怎么敲门都没人硬 他推开门进去 就看见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随着同事发现水池里的尸体 这里很快被封锁起来 但是调查迟迟没有结果 于是鲍博联系了媒体 准备自己展开调查 他在报纸上发表加比的巡远启示 而这份报纸很快被一个女孩看到 女孩住在康复中心 和那些暴徒一样浑身布满纹身 但却脆弱的仿佛婴儿一样 他看着报纸上的新闻告诉护工 他或许知道线索 鲍博得到消息立刻准备行动 但他的同事提醒他 那个叫凯斯的女孩是个失足少女 这样的人都是满口谎话 凯斯的案底要是打出来 都能铺满一张四纸 但调查六周毫无消息 为了能确定女儿的情况 鲍博还是义无反顾地找到凯斯 而凯斯一看到鲍博带来的照片 就不受控制地想要离开 但鲍博不断地追问 最后还是护工将他拦了下来 但是第二天凯斯就找到了鲍博 他告诉鲍博 加比大概率还上在人世 原来这是邪教信徒组成的组织 一年前凯斯也是组织的一员 他们从不做正事 还会在身上纹满图腾 凯斯拼死逃了出来 同时他问起了加比的情况 他担心加比也是组织成员 这一切都是加比自导自演 但鲍博十分相信女儿的为人 在他的再三保证下 凯斯愿意帮助鲍博寻找他的女儿 但这件事不能招摇 凯斯了解那群人 一旦有警察出现的周围 他们便会杀掉加比 立马跑路更换新的据点 到时候再想找到他们 只能是男上加男 鲍博必须独身上路 同时准备好钱财和枪写 鲍博无视了老同事挽留他的请求 义无反顾地和凯斯上了车 他们的第一站是找文森士购买军火 顺便给鲍博文上一身的图腾 这样才能让他融入组织群体中 凯斯在等待鲍博文森的时间里 向文森士打听组织目前的据点 文森士与凯斯私交不错 果然文森士直接告诉凯斯 几天前组织的人找他买了些武器 同时他们提起了组织老大塞勒斯 凯斯从文森士口中得到线索 知道了塞勒斯他们离开的方向 而且文森士在两周前还见过加比 虽然加比现在的情况无人知晓 但也确定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在路上时鲍博问起凯斯 他为何离开组织 凯斯告诉他 自己11岁时被塞勒斯掳走 从此过得不仁不轨 他一度接受了自己人生只能如此 但后来他意外遇见了母亲 可当他叫妈妈时 女人却像对文森一样对他破口大骂 凯斯想要变好再认回妈妈 而他愿意帮助鲍博 也是想拯救当年的自己 同时杀掉塞勒斯为自己复仇 听到这话 鲍博不由地对凯斯心生怜悯 凯斯根据文森士提供的线索 他们很快来到一座下水道班的城市 凯斯直接来到组织据点之一的酒吧 他找到老板打探情报 很快他们就知道 塞勒斯过几天就会回到这里 他要与酒吧老板见面 有了这个线索 两人只能暂时在酒吧附近住下 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去酒吧蹲点 直到这天晚上 鲍博发现酒吧老板竟然不在酒吧 他立刻就发觉了不对劲 急忙带着凯斯跟了上去 只见酒吧老板和组织其余几人分开 转头就拐进了西洋的街道 这就只能让凯斯独自去追 没想到两人分开没多久 凯斯就被人强行掳走 鲍博察觉不对 立刻揣着手枪走进小巷 突然一支信号弹朝他射了过来 正中鲍博胸口 鲍博当即躺倒在地 紧接着黄毛突然从黑暗里冲出 对着鲍博就是一刀 砍完转身就跑 鲍博强撑起身体想去追击 但见对方已经跑出很远 只能先行回到房间包扎伤口 而凯斯被酒吧老板带去见了塞勒斯 塞勒斯好奇凯斯找自己的原因 凯斯闭口不说 但很快就遭到了非人的折磨 塞勒斯还让手下给凯斯注射面粉 紧接着就让凯斯杀了酒吧老板 没想到凯斯宁愿自己吞枪也不杀人 幸好枪里没有子弹 鲍博也开始在街头四处寻找凯斯 结果他在一位老汉身上 发现了凯斯的衣服 在他的不断逼问下 老汉交代了衣服的来历 他带着鲍博来到酒吧舞台 而此时因为面粉失去理智的凯斯 直接被塞勒斯丢去了酒吧 这时他正在被一个男人欺负 鲍博二话没说掏出喷子 准备从男人手里将凯斯强行带走 却遭到男人朋友的阻拦 鲍博见此情况直接一喷子干掉一人 见还有其他人冲上来 鲍博又是一枪打断对方小腿 这才勉强将凯斯带走 鲍博带他回到旅店 直到这时凯斯才恢复理智 他将事情经过告诉鲍博 凯斯听到塞勒斯说 自己要去莫哈维 如果要继续寻找嘉比 还有一段路要走 鲍博却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两人决定第二天就继续出发 经过一夜的休息 两人都恢复了不少 在这段时间相处过程中 鲍博对待凯斯越发温柔 这让凯斯从心中感觉到温暖 一天后两人正在加油站休息 凯斯同鲍博聊起信仰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鲍博被凯斯的哲学弄得很是烦躁 于是他返回上车拿烟 没想到车里竟被人放了一条毒蛇 鲍博处理得很快 但还是被毒蛇咬到 放蛇的人很明显是组织成员 他看到得手后掉头就跑 鲍博健壮急忙追了上去 凯斯听到枪声也立马出门接应 两人合力把这个喽啰放倒 但他对于塞勒斯的消息咬死不开口 凯斯也没惯着他 直接一枪送他上了天堂 而此时鲍博蛇毒发作晕了过去 凯斯只能开车载着鲍博找到纹绳师 此时的鲍博高烧不退 身体非常虚弱 为了救他一命 纹绳师给他打了一针退烧药 他告诉凯斯 鲍博能不能挺过去 只能看造化了 但凯斯依旧选择陪在鲍博身边 好在第二天的清晨 鲍博大难不死地睁开了眼睛 他们很快就重新出发 凯斯找到自己曾经的朋友帮忙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女人 就是当时杀死加比妈妈的人 凯斯抢走他的手机告诉塞勒斯 自己愿意拿自己的命交换加比 可塞勒斯却让二人去完成一个任务 今晚他和酒吧老板有一场交易 他想要黑吃黑 并且让他们拿抢来的钱交换加比 接到任务的鲍博两人迅速出动 他们来到酒吧老板家中 趁守卫不注意时 鲍博快速拔枪解决掉面前两人 两个守卫允命后 鲍博将酒吧老板一把推进泳池 无视对方的求饶 鲍博毫不犹豫将他打死在泳池里 第二天的傍晚 鲍博两人来到山上找到塞勒斯 没想到塞勒斯突然反悔 他不光想要钱 他还要凯斯回到他身边 但鲍博却拒绝交换 他不可能把凯斯当作商品 这笔钱他一分不要 但在此之前 鲍博要先确定女儿的状态上好 塞勒斯同意了鲍博的要求 他告诉鲍博 加比就在山脚下 鲍博看着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女儿 心中痛苦万分 与此同时天上炸开烟花 凯斯意识到 塞勒斯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他们的人很快就从山上驶来 而鲍博也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们 于是他带着女儿和凯斯往山上走 来到一处矿场边 他把女儿藏进管道里 还留给他几把枪 告诉女儿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和凯斯在现场布置陷阱 他们在四处都洒满了汽油 紧接着和凯斯埋伏了起来 塞勒斯的手下很快就包围了矿场 鲍博直接朝对方射出信号弹 子弹阵中汽车发生点燃了汽油 连锁的爆炸很快燃起烈火 许多人瞬间隐命 可惜这一枪暴露了他的位置 他不得不从黑暗中杀出 秒掉光头后他立刻夺过手枪 转身就将周围人全部射杀 站在山上的暴徒们见此情景 立刻朝鲍博开了枪 他很快腿部重弹倒在了地上 密集的子弹打得他根本抬不起头 这时凯斯从坑里出来 他悄悄爬上架着机枪的皮卡 灭掉车上的枪手后 直接朝着围过来的暴徒们开火 但很快 凯斯就被一个塑料袋捂住脑袋 偷袭的壮汉直接把他从车上扔下来 就在他想强暴凯斯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管道处的异样 他很快就找到了躲在这里的加比 见状加比赶紧举起枪威胁 但胖子不相信加比敢开枪 加比的枪也正好没了子弹 胖子自信地往管道里爬 没想到加比拿起另一只枪 直接结果了他 但此时黄毛却从背后勒住了加比 就在加比快要被勒死的时候 鲍博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他只用一枪就解决了黄毛 但塞勒斯却未曾在战斗中出现 凯斯知道对于他们来说 这始终是个隐患 于是在送凯斯回家后 决定要独自解决掉这个麻烦 凯斯找到了塞勒斯的老巢 在一旁的木屋里住下 他在这里一等就是几个月 许久他终于看见了塞勒斯的踪迹 面对这个恶人他到底没有手软 一喷子送他归西 结束心病的凯斯找到了母亲 但没有上前相认 他远远看到母亲生活的幸福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而故事的最后 凯斯找到了鲍博 两个人将会一起面对新的生活 2023最新动作片高然来袭 不仅枪战场面惊险刺激 还有各种高能反转 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退休特工比尔正在攀登雪山 突然接到好友汤姆电话 汤姆接了个订单 客户要找向导上山狩猎 比尔一听用金还很丰厚 立刻就答应下来 他提前结束攀登回家拿装备 可刚进屋子就听到了奇怪的动静 竟然是妻子在家偷人 比尔抡起拳头就要给肩服一点颜色 没想到妻子却跟他吵了起来 最后还用平底锅把他敲晕 清醒过来的比尔开着车 来到郊外旅馆住下 入住时恰巧遇上了隔壁房客 女人直勾勾地盯着他 但比尔并未多想 入夜后就来到酒吧买醉 没想到酒吧新来的服务员 竟然就是旅馆隔壁的女人 她似乎对比尔有点意思 眼神频频跳到比尔这边 甚至因此打翻了托盘 比尔看着毛手毛脚的小妹 却像看到了曾经可爱的女儿 直到老友莫菲的到来 叫醒了现在回忆中的比尔 莫菲是个嘴碎的开朗小老头 先是熟忍地拿冷笑话逗他 又提起比尔被戴帽子的事 莫菲半开玩笑地表示 要替比尔教训教训那个金夫 比尔却叹着气说算了 日子总得朝前看 比尔喝到深夜才回到旅馆 一回屋子他就开始调试猎枪 恍惚间曾经的战斗记忆涌上心头 正是烦乱的时候 比尔听到了屋外的动静 他开门一看 竟然是混混正在拉扯酒吧小妹 他也不说话 只是盯着两人 酒吧小妹向他道歉之后 转身也回了房间 第二天比尔先是来到猎区查看情况 现在还未转寒 正是山上迷路活跃的时节 比尔拿望远镜观察着山上的情况 紧接着换上装备找到猎区老板 老板最近接了新订单 有个客人要上山打猎 而镇上最好的向导就是比尔 他干脆地接下了这单 没想到客户竟然就是酒吧小妹 凯特大方帝向比尔介绍自己 两人一拍集合立刻就上了山 他们在路上谈到人生和理想 凯特说起自己进山的目的 是因为父亲一直说要带他打猎 结果到死也没带他上山 因此凯特想自己进山 完成父亲没完成的诺言 比尔听着更对凯特心生怜爱 两人很快抵达了山腰的露营区 等他们收拾好帐篷吃完饭 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 比尔问凯特 为什么初见时一直盯着他 凯特解释说 自己有个当兵的哥哥 比尔身上满是军人的气息 对此比尔只是微微一笑 并未多说什么 凯特想在第二天分头行动 但比尔却坚决不同意 山里的道路复杂动物众多 要是碰上个棕熊 只怕凯特小命难保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凯特只能答应 随着凯特离开 比尔不由地想到女儿 就是因为自己的大意 才会让女儿失去生命 这次他绝不会让凯特受一点伤 天一亮两人就全副武装地出发 结果走了大半天 只看见一只懵懂的棕熊 比尔向凯特解释 这个季节的棕熊会特意靠近猎人 这样他们就能省下寻找猎物的时间 比尔解释完就拉着凯特往高处走 但还是没看到迷路的踪影 这时比尔发现一个迷路的脚印 但这将近十小时的长途跋涉 凯特的体力早已消耗殆尽 于是比尔让凯特待着别动 他自己去山顶碰碰运气 要是顺利找到迷路的据点 明天就能直奔目的地了 比尔爬到山顶拿望远镜一看 果然有一群可以猎杀的迷路 但随着视野推进 却发现树叉上挂了个人 他连忙赶去查看情况 对方似乎是个飞行员 挂在树上已经断气多时了 紧接着比尔打开了尸体脚下的箱子 满满一箱现金晃瞎了他的眼 比尔赶紧揣上箱子就往山下走 但没走两步就听到了急促的枪声 他赶忙寻着枪声去找凯特 幸好那枪是凯特放的 他说自己看到了一只鹿 可惜射歪让鹿跑了 两人回到营地时已经到了晚上 他们在篝火边上互诉衷肠 凯特告诉比尔 自己的父亲十分热爱大山 老人临死时的遗愿 就是想把骨灰撒在山上 比尔想安慰女孩 张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 凯特离开后 比尔却再次陷入回忆 女儿刚去世时她颓丧的不行 还是妻子夜夜守在她身边 甚至哀求她打开心扉 谁能想到当时的互相依偎 到现在却成了个笑话 比尔愤愤地摘下创口贴 顺手就丢进了火里 第二天清早 凯特起床时比尔已经在吃早饭了 比尔提醒他穿裤子 他却无所谓地表示这样还更自由 凯特向比尔讨了杯咖啡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殊不知山上有一群全副武装的杀手 正在形成针对他们的包围圈 他们的枪口瞄准了比尔人 原来这伙人前段时间身在中东 当时的中东时局混乱 有一个村子都在从事贩毒工作 这伙人买通运前的小女孩 得到了独资的运输走向 为首的女人面对运货卡车 直接掏出了长袍下的喷火枪 用火节停了运送物资的卡车 他的队友光头哥也从后方打来 趁守卫没注意放倒了他们 并且抢了当地毒贩的全部毒资 但他们运送资金回国的飞机 正巧就在这山头逝世 最后得到的情报告诉他们 飞行员在逝世前已经跳了伞 因此在飞机残骸处根本没找到钱 为此他们在山上搜寻了几天 但都一无所获 直到比尔带走了箱子 他们才把目标锁定在两人身上 随着一声枪响 比尔拉着凯特果断逃离营地 沿途还反杀了三个敌人 两人朝着山下飞奔 追上来的敌人都被比尔消灭 在逃跑的间隙凯特终于穿上了裤子 比尔也告诉了他昨天捡到钱箱的事 凯特当即表示 现在你就是我亲哥 一起逃下山这钱我们五五分 比尔也乐得戴美 但他认为可以试探一下 如果杀手们拿了钱就放走他们 那这钱不要也罢 于是比尔安排凯特藏在暗处 自己拎着包走上公路 赶来的追兵正想和比尔交流几句 可凯特直接将追兵抱了头 对于凯特的神枪法 比尔还来不及震惊 凯特就被壮汉给控制住了 还是比尔果断开枪就吓了凯特 眼看这下只能自己杀出重围了 比尔也只能把后背交给凯特 一路上两人神党杀神 有惊无险地苟进了丛林 当凯特再次询问比尔身份时 他终于不再隐藏 告诉凯特自己是个退休特工 他看得出来这些杀手十分专业 他并没有信心保护好凯特 因此比尔想在此时兵分两路 让凯特独自下山 而他则留在山头解决这些追兵 凯特对此却表示了担忧 他这么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独自下山那不是必死无疑 比尔只能带着凯特走了山里的小路 在山崖前比尔提议 自己先上去 再拉着凯特上来 可就在比尔徒手攀岩的过程中 凯特被光头哥逮了个正着 想不到凯特伸手脚劫 直接踹倒光头哥转身就跑 可他却望了身上还系着绳子 光头哥不紧不慢地起身 扯着绳子逼凯特靠近 还好比尔抢先爬到了山顶 他拉着绳子帮凯特摆脱威胁 同时冲着光头哥开枪 光头哥见识不妙只能顿入丛林中 比尔心里好奇 凯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手 凯特却说 自己是为了方便和父亲打链 于是从小就学了格斗 等走进树林凯特才告诉比尔 自己刚刚似乎擦伤了大腿 看着凯特亮出的伤口 比尔看得入了神 两人对势中擦出了暧昧的火花 简单包扎后俩人重新上路 比尔提一把箱子藏到树上 两人安置好皮箱 太阳也很快落了山 天亮之后他们准备往山下走 结果好死不死又碰到了杀手 这次追他们的竟是杀手头目 只见杀手女拿枪对着他们 直接就是一阵突突 两人被杀手女撵得满山跑 很快就跑到了断崖边上 幸好山崖下不远就是一条小河 此时正是水位高点 比尔当机立断地拉着凯特跳进河里 他们顺着河水飘到山脚 比尔甚至还有功夫和凯特开玩笑 说这回是免费体验了峡谷漂流 他们互相搀扶着往山下走 没走两步就到了公路上 恰巧此时莫菲开着卡车路过 比尔毫无防备地准备上车 没想到莫菲拿着扳手放倒了比尔 转眼两人就被捆在了木板上 莫菲逼问凯特前乡的下落 但凯特却咬死不说 这时比尔也醒了过来 莫菲上来就是几个巴掌 试图让比尔清醒清醒 看他还闭着眼装死 转头就把比尔掉了起来 莫菲拿起刀就在比尔身上比比划滑 一边逼问一边埋怨比尔不失失误 他骂比尔是个拿死人前的变态 但比尔却不为所动 一直在跟他聊私事 比尔这才知道 莫菲一直是杀手组织的人 要不是比尔这次自己撞上了枪口 莫菲一直会是他的好朋友 眼看无法说服莫菲放下杀星 比尔只能趁机挣脱锁链 直接拿锁头送走了莫菲 这时杀手头目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很快发现了莫菲的尸体 而比尔也解开了凯特的束缚 两队人马绕着货物转起了圈 遇上后比尔先发制人 立刻打掉了光头哥的枪 凯特则是躲到一旁 和杀手女缠斗起来 比尔和光头哥的战斗一时难分胜负 还是凯特先抢到枪 利落地放倒了杀手女 紧接着帮比尔解决了光头哥 两人相视一笑 当即准备上山拿钱 比尔利落地上述解开钱箱 两人一脸欣喜地看着这箱巨款 还没来得及规划用处 凯特便要撒下父亲的骨灰 结果他从骨灰盒中掏出了枪 直接一枪打得比尔没了行动能力 比尔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凯特却告诉他 他们是另一伙来接湖的组织 而自己从一开始就盯上了他 什么爱打猎的父亲 全是湖比尔的 说完就冲比尔补了一枪 提上箱子扬长而去 猛男都是这样喝酒的 男人往空杯放入两颗子弹 再到满小鸟伏特家 一个抬头就全部喝完 紧接着他拿出一把左轮手枪 再将子弹从嘴里拿出放进枪膛 停下高速转动的轮盘后 男人用枪顶住自己的下巴 同时做出一个敬礼的手势 扳机扣动的瞬间他活了下来 他庆幸又失望地放下手枪 这是他每周都要来一次的活动 眼见没能死成 约翰来到超市准备买点小酒 不料却闯入两个不速之客 所有人都被劫匪吓得趴到地上 可约翰却像聋了一样毫无反应 劫匪以为约翰聋了 不幸邪地拿枪顶了顶他的后背 没想到约翰抢过枪管 直接就让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心脏 劫匪被这操作弄得有点猛 还没做出傻反应 约翰又自说自话地抓起枪管 抬手就塞进了嘴里 劫匪第一次见到这么不怕死的人 只能无助地看向同伴 即使同伴也催促他开枪 可他始终无法扣下扳机 紧接着约翰又把枪对准自己脑袋 并且大声催促劫匪开枪 看劫匪还是没敢动手 约翰直接上手夺过枪 再把劫匪干翻 嘴上还催了一声真不中用 约翰快速地放倒了另一个劫匪 又返回货架拿起一瓶福特加 然后从劫匪口袋里掏出他们抢了钱 直接拍到了前台上 大手一挥让店员别找了 约翰是海军陆战的退役特种兵 在一次任务行动中 他的队员们全部战死 作为唯一活下来的士兵 约翰患上了创伤后遗症 总会回想起战斗时的惨烈场景 这将他折磨得几乎精神崩溃 因此约翰只能在失眠时 发泄般地锻炼身体 再用酒精麻痹自己 约翰至今还未主动求死 是因为他有一个妹妹 辛迪十分善良 常年活跃于各种慈善活动 他还会去照顾墨西哥贫民窟的孩子 只有他能对约翰发脾气 也只有他能懂约翰的心结 兄妹俩去餐厅吃了晚饭 辛迪这次只匆匆回国一天 第二天他又要回到墨西哥 约翰知道挽留不下妹妹 便只能让他注意安全 可没过几天 约翰便接到大使馆电话 辛迪受了重伤倒在海滩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约翰文言立马飞到了墨西哥 迎接他的大使馆副领事 也是他曾经的战友 约翰来到医院 看见了满身伤痕的妹妹 负责这件案子的探长盛托告诉他 辛迪或许是遭遇了抢劫 变警小达到凶手是谁 约翰想去现场看看情况 圣托却推辞说平民窟治安很差 作为警长在平民窟调查案情 都时常受到当地人的阻碍 有时连枪支都制服不了那些暴民 圣托为了办案经常和他们起冲突 如果约翰非去不可 他们会为约翰安排向导 但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没有什么能阻止约翰的决心 他很快就来到了平民窟 骗警小达就是他的向导 约翰很快感受到了平民窟的凶险 但依然让小达带他去了海滩 约翰四处查看 并且询问是否有目击证人 但很可惜没能找到一点头绪 在小达的带领下 约翰也感受到了平民窟的不寻常 原来这里的设施都是毒贩件的 作为回报这里的人都会保护毒贩 因此几乎人人有枪 也个个不简单 约翰探查之后回到医院 正巧看到一个护士给辛迪添加药物 护士长者亚洲面孔 他冲约翰笑了笑 转身就离开了病房 约翰把花放好就坐到了一边 可这时他突然发现辛迪有点不对劲 他突然开始浑身抽搐 约翰第一时间想找回刚刚那个护士 但却没能找到他的行踪 于是只能赶紧招呼医生 还好抢救及时 辛迪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 面对约翰询问的护士 医生却说 医院并没有这样长相的护士 约翰顿时起了疑心 他找到副领事和圣托商量 很明显妹妹是被人盯上了 但又是谁非要置辛迪于死地呢 对于眼前的情景 约翰决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真相 于是他再次来到海滩 很快他就看见一群人形迹可疑 他跟上那群人 然后举着辛迪的照片询问线索 但这时 他却发现有人戴着辛迪的项链 约翰直接一把掐住小伙 小伙的同伴们二话不说就要做约翰 但约翰毕竟是专业的 他轻松地群殴了一帮小混混 就在他想要逼着小伙开口时 小达突然出现 小达告诉约翰一切都是误会 这个小伙的妹妹是辛迪是好朋友 几天前小伙妹妹失踪 为了安慰他 辛迪才把项链送给了他 小伙得知约翰是辛迪的哥哥 于是将辛迪留下的笔记本交给约翰 可上面有几页不知被谁撕掉了 临走时约翰问起小达 才知道最近这里老有女生失踪 约翰在酒吧里 发现辛迪曾经联系过的电话 约翰赶紧打了会去 对方是与辛迪合作过的摄影师 两人约好第二天见面详聊 通过摄影师的话约翰才知道 辛迪不只是在贫民窟做慈善 最近贫民窟老有女孩失踪 他也独自调查了起来 甚至在出事前让摄影师帮他 拍摄下他去见一个人的照片 但当约翰提起照片所在的时候 摄影师却表示 除了辛迪手里的 他这里并没有备份 约翰显然不幸 借着拥抱约翰一下偷了摄影师的包 不出所料有一个U盘 同时摄影师的车突然炸了 约翰震惊之于赶紧向四周看去 他竟然能看到那个假冒护士 女人发现了约翰的目光 赶紧转身就跑 约翰也在他身后紧紧跟着 在转过一个拐角后 女人上了一辆车 而紧接着便有一辆车的人 举枪对着约翰扫射 还好约翰伸手够快 但一旁的保安就没这么幸运了 约翰掏出保安身上的枪 伸出脑袋一枪一个消灭暴徒 对方一看这根本没法打 一脚油门就跑了 约翰以防万一找到副领事 两人用电脑查看照片 根据约翰的描述 副领事提醒他这里有日本黑帮 他们与本地黑帮勾结在一起 或许就是他们干的好事 同时他们在照片里 发现了照片里玻璃反射的夜店名字 约翰本想独自行动 但副领事却坚持要送他过去 在夜店里约翰发现 照片上的男人正在台上当DJ 而夜店四周全是猛男保镖 突然约翰看到 有人提着箱子跑进厕所 他想跟上查看却被保镖拦下 约翰假意离开 然后翘起腿就放倒了保镖 约翰进入厕所先将男人一顿暴揍 然后拿着辛迪的照片询问情况 男人本想装作不认识 约翰却也不惯着他 直接拎着他的领子把他摁进马桶 男人刚开始还很嘴硬 但反复几次之后不得不告诉约翰 他是个人口贩子 也是当地日本黑帮的人 辛迪打听到消息后就一直跟踪他 当他约见客户的时候 辛迪也找上了他 但男人并未对辛迪下手 当约翰问起他的客户都是谁时 男人只粗略地爆出一个庄园 眼看再不能问出什么 约翰拿着他的箱子转身离开了厕所 与此同时圣托也带领着一对特警 他们要对贫民窟进行清醒 而约翰则跟副领事一起前往庄园 当副领事想跟他一起行动时 还是遭到了约翰的拒绝 约翰独自来到日本黑帮的代客庄园 这里遍地都是妖娆的清凉美女 约翰一进门就受到了热情款待 发现这里安保十分森严 很快他就被人带到了走廊上 约翰手脚麻利地反杀了保镖 继续往下探查 他看到了许多被拐卖的少女 这里就有辛迪那个失踪的朋友 圣托那边的战斗也有进展 有警员发现了行踪可疑的黑帮成员 他第一时间将人控制下来 可当圣托赶到时 却一枪打死了自己人 在他的眼神示意下 黑帮成员直接上车逃离现场 而他也接到了黑帮的电话 表示会替他们解决约翰这个麻烦 得到消息的黑帮老大 第一时间把人口贩子压到了面前 举起他四十米的武士刀 直接送人口贩子归了西 而约翰此时突然被人包围 只见他反手就把箱子砸人脸上 紧接着一边躲闪一边突出重围 肉搏战也不在话下 不多时就放倒了所有打手 但此时圣托却举枪赶到 对圣托二五载行径并不知晓的约翰 只能表示这些人是伤害辛迪的凶手 圣托却说他没有证据擅闯民宅 约翰带着他们来到仓库 可这里空无一人 原本关押的女孩不知去向何方 约翰很快意识到 警方或许有黑帮内鬼 可由于没有证据 约翰只能听圣托安排回宾馆等消息 可约翰却觉得探长的眼神不对劲 他赶紧让小达回医院保护辛迪 然后独自跟踪圣托 果然那个日本女人又来到医院 准备杀辛迪灭口 幸好小达及时赶到 打死女人救下了辛迪 约翰则跟踪圣托来到一个码头 他发现黑帮将女孩们带进仓库 大概是要将他们准备走私到日本 同时也确认了圣托是个二五仔 他赶紧打电话告知副领事 但是等待支援还需要时间 约翰决定自己先行行动 只见他进入仓库一拳一个小朋友 然后拿打手的枪又解决两个 约翰借助仓库复杂的地形 和黑帮打起了游击战 很快他就追上了圣托和他的小弟 没想到小弟上来就夺了他的枪 两个人赤手空拳地打了起来 约翰很快就放倒了小弟 圣托见此情景也加入战局 但他根本不是约翰的对手 正当两人拿起锁链还要在战的时候 约翰突然感受到身后一阵凉风 他果断闪向一旁 果然是黑老大出现了 一下形势就成了一打三 约翰一时也落入了下风 但很快他找准时机 夺过圣托的匕首 反身直接扎进小弟脚里 紧接着扯下圣托项链扎进他的胸口 这下就只有黑老大还没解决了 眼看局势又变成了一对一 黑老大不由地谨慎起来 约翰操起两节水管 当作钉字棍石 撕打过程中 约翰还是率先挂了彩 黑老大嘴没闲着 拿心敌嘲讽起约翰 这下约翰直接开启狂暴模式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黑老大 面对这个情景 圣托也终于良心发现 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于是将自己收集的黑老大犯罪证据 全都交给了约翰 当约翰离开时 听到了圣托项自己开枪的声音 战斗终于结束 约翰抱着被拐的女孩走出仓库 警察也在此刻赶到清理现场 约翰停一己之力 终结了整个黑帮 心敌也终于恢复了意识 只是暂时还无法行动 副领事借着心敌的医药费 要求约翰为他所用 为了保证妹妹的生活需要 约翰也正式进入领事馆工作 2023最新枪战爽片 复仇名册 震撼来袭 儿子被黑警所杀 大叔为了复仇 孤身对抗整个军队 剧情刺激紧凑无尿点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 在尼日利亚的街头 一群持枪暴徒突然出现 他们很快就控制住了街道 然后将汽油交到一辆车上 并且以此威胁车上的人下车 与此同时 警方也赶到了现场 双方很快就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暴徒目标明确 他们控制住了车上的男人 并且抢走了孩子 紧接着就做事撤退 没想到警察中还有内鬼 他解决掉了同事 还让暴徒们赶紧撤离 但警方增援来得太快 辫子难来不及撤退 当场被警方逮捕 原来这群暴徒的目标 是抓到当地反腐斗士的丈夫和孩子 并且以此威胁他退出反腐行动 暴徒们得手后 就把电话打给了黑衣 暴徒要求他在丈夫和孩子中二选一 可当黑衣忍痛选择了孩子后 小头目却直接杀了孩子 还让黑衣和丈夫重新生一个 黑衣被刺激的当场晕了过去 第二天新闻就播报了他辞职的消息 可即便如此 他的丈夫依旧没被释放 绑架当天抓住的辫子男 也在第二天就逃出了监狱 官方却未放出辫子男的照片 只是笼统地描述了他的外貌特征 黑衣在国内声望很高 全国上下因此名愿四起 到处都在寻找符合特征的人 同一时间的远郊小镇上 牧师保罗正和儿子小迪在海边玩耍 这是小迪第一次憋气赢过老爸 他忍不住地在保罗面前嘚瑟 但保罗却扫了小迪的信 他让儿子参加今晚的步道 自从妻子过世后 两年来小迪一次都没参加过 他耐着性子劝小迪 但最后两人还是不欢而散 想不到傍晚下班后的小迪 还是搭上了朋友的便车 准备前往教堂给父亲一个惊喜 谁料半路杀出了一对警察 他们截停了小迪朋友的车 并且不断激怒小迪 只因为小迪和逃犯留着一样的发型 他们还赶走了小迪的朋友 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 小迪试图解释自己的身份 却根本没人听他的话 他们拍下了小迪的照片传给黑警 得到指令后压着小迪来到沙滩 无视小迪的哀求 直接一枪将他杀害 正在传教的保罗得到消息 赶到沙滩时已经入夜 他悲痛欲绝地抱着儿子的尸体哭泣 可警察随之而来 他们说小迪是逃跑的绑匪 现在也该由警方处理尸体 保罗无力地看着警车带走儿子 回到家中一坐坐到天亮 他明白儿子绝对不是绑匪 他想去领回儿子尸体 却被法医好一顿羞辱 想找警方讨要档案 也根本无人回应 面对警察的指责 保罗忍无可忍地打了人 却也因此被投入监狱 此时却有一个女人找到了保罗 他表示自己知道小迪被人冤枉 他想帮保罗一起找到真相 丽亚是一名记者 他决心揭露当局的一切丑恶 但对绑架案深入调查的请求 却被主编驳回 于是他孤身找到保罗 想要弄清楚背后的阴谋 但眼下保罗并不信任丽亚 他语气粗鲁地赶走了丽亚 随后就迎来了警察们的群殴 第二天一早 丽亚就来到了保罗家门口 保罗却刚拖着一身伤回到家中 他无视了丽亚的询问 禁止拿出医药盒给自己疗伤 丽亚滔滔不绝地告诉保罗 他几乎查出了这就是件冤案 但他无法找到警察为何如此处理 保罗查看了丽亚带来的情报 可依旧拒绝了丽亚的帮助 他让丽亚不要继续追查 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保罗终于决定 他要用自己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天夜里他就找到了黑警之一 控制住黑警和手下后 直接录下了黑警交代的过程 天亮后丽亚不死心地来到保罗家 却发现门没上锁 好奇心驱使他走进屋子 探查到小迪房间时 保罗回家了 丽亚赶紧躲到了门边 还好没被保罗发现 直到听见关门声 丽亚才赶紧来到电脑前 然后拿走了保罗相机里的储存卡 他想不到的是 保罗一直在屋里观察着他 丽亚把口供视频拿给主编 还想为此搏一个头版头条 不料主编直接毁了储存卡 同时劝告丽亚不要追查 因为丽亚的母亲也曾是个记者 最终却被人暗杀 听到这话 丽亚只能失落地离开办公室 主编则在他离开后 立刻给黑警副局长通了气 副局长得知消息 立刻带着漏线的小弟找到上层 想要找个解决办法 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 自己究竟惹了多大一个麻烦 保罗曾经也在将军手下做事 他是将军手中最锋利的刀 并且还能毫发无伤地离开组织 为了能把保罗除掉 他们直接枪杀了漏线的小弟 还安排人手丢掉了黑衣丈夫的尸体 紧接着让副局长告知局长 一切都是保罗做的 而保罗那边则是找到了丽亚 得知记忆卡被毁之后 丽亚直接带着保罗找到黑衣 得知丈夫死讯的黑衣痛定死痛 最后还是将所有情报给了保罗 就在两人回家研究情报时 警察局长已经下达了高级通缉 将军方面更是派出人手 直接包围了保罗的家 听到动静的保罗 急忙把丽亚藏了起来 丽亚很快发现 这间屋子里竟然有自己的情报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墙面 怀疑起了保罗的身份 而保罗先是潜到屋外 悄悄干掉几个杀手 再回到房间伏击 轻松地解决了进入屋子的人 然后装作历劫受伤 贪坐在地上 不出所料 她曾经的同事帽哥很快就进入屋内 帽哥很轻易地就透露出幕后的人 得到想要的信息 保罗也不废话 直接打晕了帽哥 然后当着帽哥的面 提上资料离开了家 得知这一消息的将军十分毛虎 他本不想与保罗敌对 但现在他不杀保罗 保罗就要来杀他了 于是他决定派出金瑞 一路暗杀参与追捕行动的警察 以此误导警察局长 让他认为是保罗做了这一切 局长果然也上了套 他愤怒地向媒体表示 将会集中一切力量追捕保罗 此时的保罗找到了战友的女儿 他想要借助战友的私兵力量 但没想到 当初他救了战友一命 却因为脱离组织 导致战友最终被将军害死 战友的女儿接手了父亲的组织 成为组织中心的老大哥 但他并不愿意帮助保罗 他们的沟通也被杀手监视 差一点保罗就要被杀手解决 紧接着保罗潜入局长家里 他拿出资料证据 提醒局长注意手下 并且要求他保护丽娅 还保证会找出将军的罪证 局长听到这话 果然对小迪案件的事实起疑 他找到傅局了解情况 就在快要触及真相的时候 傅局在他面前被暗杀了 而对保罗身份起疑的丽娅找到神父 他从小就是孤儿 被神父抚养长大 他想来这里找到有关保罗的线索 不出他所料 保罗果然一直暗中出资养他 他质问神父和保罗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丽娅的生母一直追查将军 并且即将触碰到将军贪污的核心 因此将军派出保罗杀了他 那时的保罗就是个杀人机器 但在杀了记者后他发现了丽娅 侧影之心一下爆发出来 于是他将丽娅交给神父 然后将证据整合成一本黑册子 主动将黑册子交还给将军 这才换回了自由之身 保罗心知自己得不到谅解 他只希望丽娅能保护好自己 丽娅崩溃地指责保罗 并且表示自己一定会杀了他 但在他出门的瞬间 就被人拿枪挟持住了 保罗立刻展开反击 混乱中神父中枪身亡 而保罗也没能救回丽娅 看着丽娅被带走 保罗也接到了将军的电话 他们要求保罗到指定位置 拿自己换丽娅平安 保罗身陷绝境时 老大哥却突然出现 他也想要将军下台 于是两人很快达成合作 他们先是找到保罗的兄弟 兄弟现在依旧为将军办事 他痛快地给出了将军据点的地形图 并且提醒保罗 据点防卫森严 想要救走丽娅并且拿到黑册子 得趁着集会的日子 先吸引警方注意 再调走据点兵力 这样才能尽量地撕开防卫的口子 为了打下这场硬仗 老大哥召集了自己所有精锐 竟然是清一色的女兵 保罗也决定孤身入局 他看似毫无准备地来到据点 和丽娅一起被绑了起来 而此时据点兵力果然集中到了这里 老大哥和手下直接闯进保险库 他命令守卫打开保险箱 确认好黑册子的情况基本属实之后 直接让人把黑册子通过水路 寄送到了国家高层那里 为了掩人耳目 同时还将视频资料直接发给媒体 帽子哥拦下了老大哥的车 但他发现黑册子并不在这 也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补救 这时帽子哥发现 自己的手下竟然反水了 不仅是帽子哥的手下 就连将军那边的守卫 也基本将枪口对准了他 得知大势已去的将军坐在泳池边 两人谈起过往 将军认为虽然他十恶不赦 但他却是尼日利亚稳定的基础 可保罗却觉得 一个虚假的稳定幻影 迟早会让整个国家陷入绝望 保罗递给他一把枪 这是他能留给将军最后的体面 毕竟将军曾经就像他的父亲 结果将军却拿枪对准了保罗 不料枪里其实并没有子弹 保罗失望地看着将军 然后带着枪离开了 他将绑架主谋帽子哥绑了 带给黑衣游他定夺生死 利亚报社的主编也被勒令逮捕 当初利亚母亲的信息 也是他透露给将军的 而保罗给利亚留下的信息 他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 也愿意让利亚复仇 但他得先葬好儿子 这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事 男人在地下全场挑衅专业运动员 没几下便被打倒在地 而他也不反抗 因为他在向女儿和妻子赎罪 在几天前 他还是一名人人敬仰的专业律师 这天 他的老婆和女儿打电话 通知班德去参加女儿的毕业晚会 而到了约定的这天 班德却由于手上的工作突然增多 导致出发的时间晚了半小时 再加上天降大雨 路上堵车严重 等到班德赶到学校时 毕业晚会已经结束 找不到妻子与女儿的他 立刻打电话联系 可是老婆的电话却陷入了一阵盲音 班德以为是老婆在生自己的气 好言好语地认错 并说下一次一定会准时 而他的留言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 依旧没有回应 心中焦急的班德再次打电话 联系老婆 可电话依旧处在盲音状态 就在他心中感到阵阵不安时 几名警察找上了他 带着他来到了一处下水道 在下水道里有一大一小两具尸体 那正是下午就联系不上的老婆和女儿 崩溃的班德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甚至他把这一切都归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自己能够准时参加女儿的毕业晚会 接到老婆 就不会发生这种惨剧 自暴自弃的班德陷入对女儿与老婆的自责中 第二天 警察局的人找到班德 告诉他 现场遗留下来的痕迹 证明这是一场谋杀 只是 现场除了他妻子手指甲中的几根金色丝线外 没有其他有用的线索 同时 警长告诉他 在美利国 每25秒就会发生一起暴力案件 言外之意就是这种高频率发生的案件 一般都很难抓住行凶者 也就是让班德不要有太大的破案希望 离开警局后 班德借酒交仇 无意间来到了拳击台 看到了上面两个正在搏斗的人 酒精上头的班德 立刻挑衅着台下的观众 而他也理所应当地被当成了杀包 被揍后 班德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经常前往地下拳击场 每次去都会带一身伤回来 而这也成了他惩罚自己的方式 向妻子和女儿赎罪的唯一方式 每次感受到身体上的疼痛 他心里总会好受一些 而在这天 他如往常一样在擂台上被打 却被一名叫卡尔的壮汉阻止 二人因此认识 在酒馆里 班德知道了对方的名字 而卡尔还是一名警察探员 由于工作上的便利 卡尔向班德透露了一些消息 那便是班德他妻女的谋杀案 由于有用的线索太少 所以很有可能被警方血仓 也就是成为悬案 不会再继续追查 面对警方的不作为 班德虽然气愤 但也无能为力 在大街上慢慢悠悠回家的他 路过了一位站街女 而对方过于年轻的样貌 和成熟的装扮 让班德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他本想像老父亲一样训诫几句 让女孩放弃这种生活 却意外发现 在路边停着的黑色越野车上 下来一名壮汉 要带小女孩离开 担心女孩有危险的班德 刚出言阻止 就被一拳打在了脸上 而这几天来被拳击手狂揍的班德 也有了不少的经验 即便对方有利刃 他也能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 不落下风 甚至能够短暂地压制对方 而就在另外几名同伙 拿着武器下来要袭击班德时 一阵剧痛从大腿传来 原来是那名战阶女孩 拿着掉落的匕首 扎进了班德的大腿 剧痛之下 他撞破身后的书垫玻璃 在里面掏出一本书 就按在了大腿上 之后亮腔地来到街角 解下皮带进行止血 而他无意间看到了书上的一句话 惩罚只针对犯罪的人 这让班德幡然醒悟 他开始意识到 自己不能把妻女的死 都怪在自己头上 反而让那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 于是 他决定把自己未来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寻找凶手的路上 他先是把自家的车库 改造成了健身房 在里面锻炼着自己的体能 为了能够制服凶手 班德环抱了一个武术速成班 一开始班德面对教练 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 他也没有放弃 闲暇时间 就在自己的健身房里锻炼体能 有课的时候 便更加卖力地跟着教练学习 直到不久后 被仇恨支撑的班德 终于爆发了自己的全部实力 能够和教练打得有来有回 甚至在一场对决中完胜了教练 快速出途的班德 准备展开自己的复仇计划 他率先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规矩 那便是在成功为妻女报仇之前 他不会说一句话 就这样 他保持着这个习惯 一直生活 每次都会来到妻女事发的下水道附近 进行勘探 每一次观察 都相当于班德再次直面心中的痛 而对凶手的恨意越发深刻 在那案发地附近 班德四处寻找线索 由于常年不说话 而被训练的异常灵敏的耳朵 突然听到了风起 是一阵奇怪的声音 他仔细分辨着声音的方向 一路摸索着 发现了在事发地不远处 建在高塔上的一个废弃集装箱 班德觉得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便爬了上去 打开集装箱的门 里面很明显 是有人生活的痕迹 那没有发霉的面包和一系列的生活用具 都证明着这个集装箱里一直有人居住 于是 班德在小小的集装箱里搜寻着有用的线索 他也找到了自己耳朵听到的神秘声音 那就是集装箱上 没有固定的窗框 被风吹动时所发出的声响 之后 班德用手机把集装箱里的每一处缝隙 都录了下来 同时 他看到了集装箱角落 有一个塑料窗帘 他走过去掀开那块塑料 没想到这里有一个窟窿 正好能够看到妻女死亡的事发底 至此 这个集装箱里生活的人 有了重大的作案嫌疑 找到新线索的班德 离开了集装箱 准备回去时 却发现一群隶属于俄罗斯帮的几个小混混 正在自己的车子面前 好像是要打劫的样子 而看到班德 那几个小混混面不改色地走上前 威胁让他交出钥匙和钱包 如果不做 他们就会放开猎狗 对其进行撕咬 或许是感受到班德身上的可怕气息 那只狗并没有听主人的命令 反而临阵逃跑 至于班德 靠着一把钥匙 轻松就制服了在场的三个混混 只不过在打斗过程中 班德不慎中枪 中枪后虚弱的班德 恍惚间看到了有个人影走了过来 之后意识便陷入了黑暗 等到再次醒来 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病房里 腹部的伤口也被处理 确认周围没有危险后 班德穿戴整齐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医院的护士爱玛走了进来 原来那天是下班的爱玛 在回家的路上 发现了受伤的班德 并把他带回家里进行救治 面对女孩的善意 班德保持着自己的规矩 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目光柔和 点头表示谢意 之后就准备离开 结果刚出门 就发现了跟着俄罗斯帮那几个混混一起的狗子 而这只狗子就一直跟着班德 一路回了家 班德觉得这只狗有灵性 一人一狗 就在家里组成了新的家庭 不久后 爱玛带着班德遗失的钱包 来到了他的家里 并从房间中的线索 得知了他们一家的变故 爱玛表示很同情 而在案发地附近一片 自己也很熟悉 如果班德有需要 可以找自己 在爱玛离开后 班德发现狗子自带的项圈上 竟然有着警方的标志 想到对方警犬的身份 班德就拿出一个妻子的丝巾 来到事发地 让狗子仔细闻了闻 而那狗子在案发地附近四处徘徊 最终确定了一处下水道 班德打开井盖 在里面发现了妻子之前使用过的包包 联想到自己之前进去探测查过的集装箱 班德决定守住带土 一人一犬一直等到了晚上 终于等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向集装箱靠近 而那个人也发现了班德 立刻踩着一旁报废的汽车逃走 苦等无果的班德找到了爱玛 他告诉班德 住在那个集装箱里面的人 叫西福斯 是一名刚刚找到工作的流浪汉 如今 他在一家快餐店做主厨 还说西福斯患有严重的咳嗽 根据这一特点 班德很快就锁定了一家快餐店 之后 果然听到了那狂咳不止的声音 于是他立刻找到了西福斯 本来就患有疾病的西福斯 哪里是被训练过的班德的对手 很快就被制服 班德逼问西福斯 他也把真相说了出来 自己只是看到了凶手行凶的过程 那天 下班的他在集装箱里 看到了在警车上 一个男人正在杀死一对母女 得手后 那警察还把尸体丢进了下水道 而由于自己之前流浪汉的身份 身上并没有多少钱 就起了歹心 等到那名警察离开后 自己就偷走了女士身上的包 取走了里面所有的现金 得到全新线索的班德 立刻来到警察局 趁着警方审问嫌犯的空行 混进了警长办公室 查询到了负责妻子 事发地那一片的警察 结果却让他震惊 负责下水道那一片的警察 居然是之前对自己有过帮助的卡尔 于是他便对卡尔展开追踪 发现他每晚下班后 都会来地下拳击场打黑拳 一周七天皆是如此 之后 趁着卡尔上班的空隙 班德拿走了花坛上的备用钥匙 在卡尔的家中 找到了那件抽丝的外套 而衣柜下面 居然全都是自己的杂志 还有与妻女生活的照片 卡尔这种行为 让班德很迷茫 于是 便留了一张字条 下午卡尔下班后 就发现了班德留下的字条 并按照上面的约定 来到了火车站的闲置仓库 夜晚 卡尔带着上满子弹的枪 对着手在仓库里的班德 就射了几枪 之后 他也说出了自己 针对班德一家的动机 原来 在两年前 班德曾经帮助一名混混辩护 让他无罪释放 而那个混混杀死的 就是卡尔的女儿 那年 卡尔的女儿刚满十二岁 失去女儿的卡尔 把愤怒嫁接到了班德一家人身上 这也导致了如今的悲剧 卡尔知道 这次见面 必须要把二人之间的关系做个了结 于是 他们便在废弃的火车站里展开扭打 班德先是扔出一根钢管声东击西 之后趁着对方开枪时 刷的一下窜了出去 可尽管班德经过系统性训练 但依旧不敌常年在地下打拳的卡尔 仅仅回击了几招 便被卡尔打倒在地 根本没让他占到什么便宜 即便是有短暂的优势 也会被卡尔瞬间追平 很快 班德就因为体力不支 失去了反抗能力 而卡尔则成胜追击 一个爆摔把班德打得七荤八素 之后更是拿出一个铁片 直接捅入了班德的腹部 在使用十字锁 想要活活勒死班德 就在即将窒息之际 班德爆发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竟然反杀了卡尔 硬生生拔出自己身上的铁片 一刀捅进了卡尔的身体 不过 班德并没有继续动手 而是把卡尔交给了警察局 他希望能通过法律 给予卡尔最严厉的审判 米国最新的声波武器有多恐怖 只需要按下开关 射程内的人就会瞬间倒地 几秒过后 这些人就会和丧尸一样 疯狂地攻击周围的一切 军阀为了向买家验证武器的威力 直接把教授助理丢进笼子 助理瞬间就被几人撕碎 黑哥当场决定买下武器 但在打包武器时 军备仓库突然发生了爆炸 这是毒牙小队来截湖了 几天前毒牙带领三人小队来到沙漠 他们接到任务 要来解救一个女人 她记录了军阀的所有暴行 四人在土著女孩的带领下潜入营地 很快就找到了任务目标爱丽莎 对方也不磨蹭 直接交出了军阀的犯罪证据 但很快就传了一声一响 紧接着营地里的那些普通人 就像发疯一样开始攻击毒牙和队员 几人无奈只能开枪射击 随后几人决定分头行动 毒牙带着爱丽莎和投金哥寻找敌军 弟弟皮特和光头留在营地扫尾 毒牙几人找到敌方大本营 他们正在操控一台巨大的机器 毒牙见敌军人数众多没法强攻 于是转身回到营地 可皮特突然像失心风般开始攻击他 毒牙一边躲避着攻击 一边试图唤醒神志不清的皮特 为了阻止皮特的进攻 毒牙甚至鸣枪警告 但皮特依旧朝他冲了拐 万不得已毒牙只能亲手解决了弟弟 毒牙甚至来不及心痛 与皮特共同留守营地的光头 也莫名其妙地直奔敌鹰而去 最终被乱枪打死 小队伤亡惨重 毒牙只能立即联系飞行员克里 宣布任务告一段落 爱丽莎却表示 她的父亲还在军阀手里 她要自己救出父亲 就不跟毒牙一起回去了 克里的飞机到场时 军阀派出的手下也追到了毒牙 幸亏汽车跑不过飞机 毒牙二人才九死一生地上了飞机 但毒牙想不到 他们一落地就被国安部带骨 原来毒牙和队员们都曾是特种兵 并且战功卓著 他们毫无预兆地退伍 还转头做了卖命的雇佣兵 导致国安局一直在监控他们的动向 好在这次任务是国防部部长下达的 审讯还没开始多久 部长就急匆匆地胆道 并且带走了毒牙和头金戈 在会议室里 部长告诉二人 他们在军阀营地建造的装置 就是军阀最新获得的武器夺魂机 发明初衷适用于治疗癌症 但却因为一次程序错乱 变成了能够扰人心智的夺魂机 军阀不止将武器据为己有 还挟持了教授帮他改装武器 爱丽莎就是教授的助手 也是教授的女儿 部长要求毒牙召集人手再闯敌营 带回夺魂机并且杀了教授 毒牙先找到美女狙击手鲍宇 得知皮特战死的消息 鲍宇安抚好女友 立刻答应参加行动 随后毒牙带着伙计们找到公牛 公牛也立刻答应下来 毒牙的小队再次集结完毕 几人在公牛的家里狂欢一夜 第二天便来到国防部报道 部长为他们安排了爆破专家达米安 六人一到出发 很快抵达了军阀大本营附近 大家通力合作清除了寻山守卫 暴雨也就近确定了狙击点 克里也操控无人机开始监控基地 紧接着几人截下去往基地的卡车 车厢打开里面竟然是爱丽莎 原来她是假装被抓 想要潜入基地解救父亲 于是毒牙便同意带她一同前往 有惊无险地通过岗哨 毒牙和头金戈伪装成军阀手下 押着爱丽莎去到了教授实验室 此时公牛和达米安也潜入了基地 正在基地地下四处安放炸弹 实验室里军阀正强迫教授修好武器 因为上次使用后武器又出了问题 但教授却不愿修复 为此军阀特意找来了爱丽莎 想以此威胁教授 教授无奈只能答应下来 没多久军阀约好的买家也来了 为了给买家展示夺魂机的威力 军阀拉来几个人质作为实验对象 并立刻要求教授启动夺魂机 教授按下夺魂机开关的瞬间 周遭电子设备都受到了影响 通讯也无法正常使用 而倒下的人质们很快就站了起来 他们风了一样的互相撕打 黑哥对这个武器十分满意 当即拍板买下夺魂机 于是军阀带着手下包装夺魂机 而教授和爱丽莎则被分开带走 毒牙假意押送教授 然后干掉了其他守卫 他询问教授到底是不是在卫虎作传 教授坚定否认 他只希望机器被用于治疗癌症 经过剧烈的心理斗争 毒牙在暴雨即将击杀教授时 选择将他救下 同时投金戈也及时救下了爱丽莎 而公牛那边放走了刚被抓来的平民 这下潜入基地的秘密行动 一下变成公开交火 暴雨远程协助他们 一路上也算有惊无险 但克里发现基地派人前往山林 紧急通知暴雨撤离 暴雨刚刚下山 就和敌人碰了个阵阵 手臂重弹无法开枪 还好克里帮他炸掉了追击车辆 暴雨只能暂时退下战线 另一边投金戈与公牛会合 同时引爆了炸弹 而毒牙却意外闯进了包装区 面对这个害死弟弟的凶手 毒牙恨不得当场杀了军阀 军阀也不废话 当场开启了武器 幸好教授及时将毒牙拉出射程范围 但黑哥就没那么幸运了 原来军阀本就打算黑吃黑 他趁乱打死了黑哥的美女助手 抢下钱款开车就跑 场距离的人们被夺魂机影响着互相厮杀 毒牙则是和黑哥从地面打到地下 近身肉搏方面黑哥哪是毒牙对手 很快就被毒牙打死 毒牙转身骑上摩托追赶军阀 他顺利地闯进军阀车里 几个漂亮的格挡反击 打得军阀毫无反手余地 紧接着毒牙果断跳车 军阀只能看着自己冲向油罐车 其余几人赶上毒牙 爱丽莎紧张地抱紧了他 教授在一旁解释 毒牙只蹭到了夺魂机的射程边缘 所以只是短暂的肾上腺素飙升 很快便能复原 由于教授必定会被国防部带了 于是毒牙安排头金戈带上爱丽莎 让他们俩先行回到安全屋 自己和其他人则带着夺魂机赴免 国防部长连夜赶来回收夺魂机 毒牙解释了教授的遭遇 可当他将夺魂机控制器交出后 一切却又发生了改变 毒牙瞬间被部长手下的士兵控制 其余人也都被枪指着 部长坦诚地告诉毒牙 自己就没准备销毁夺魂机 他正打算用这武器控制全国 部长命令手下带走了教授 没想到此时国安局的人却赶到现场 他们通过调查得知 部长包藏祸心已久 现在又私下获得了这样的高危武器 应当先回去接受法院审判 部长当然不能就这么乖乖听话 转头就命令士兵开火 自己和下属则是带着教授扭头就走 国安局寡不敌众 很快就落了下风 毒牙几人见机形势纷纷挣脱束缚 他找机会救下国安局局长 并且向局长解释了立场 但也因此身中一枪 暴雨本就行动不变 很快就在肩膀右中一枪 幸好公牛和克里及时将他救下 克里为了掩护队友 在车顶架起机枪疯狂扫射 公牛趁机将暴雨放进卡车 不料克里却被达米安一枪毙命 公牛来不及难过 上了车就去接应毒牙二人 毒牙的情况不容乐观 公牛只能带着几人来到一处据点 对毒牙的伤口简单处理一下 但追兵很快就赶了上了 公牛只能将二人托付给局长 直身回头为队友断后 等毒牙醒来时 身边只剩下残了的暴雨 这一场行动 克里战死 公牛不知所踪 最可怕的是 他们连同国安局局长 都被列为了恐怖分子 部长利用夺魂机操弄权术 在民意调查里支持率一齐绝尘 几人想要破局 只能从夺魂机本身下手 头金哥带着爱丽莎与毒牙会合 爱丽莎表示 父亲偷偷传递了夺魂机的所在地 但经过调查他们发现 那处军事基地防卫森严 最多只能允许一人潜入 毒牙在有限时间里努力地附减 但回到巅峰却是难的 爱丽莎始终陪着毒牙 两人也生出了别样的情愫 头金哥想替毒牙行动 但毒牙却表示 自己曾是部长下手 最能拿捏部长 所以只能由他潜入 几天后毒牙扒在卡车底盘下 来到了目标基地 他从控制室入手找到了教授所在 很快他就来到了教授面前 两人来不及寒暄 毒牙在夺魂机里丢下一个炸弹 就要带着教授离开 但达米安也赶到了现场 教授帮毒牙挡了一枪 毒牙也立刻闪到一旁 但肩膀还是中了枪 达米安步步紧逼 还用侮辱毒牙队友的方式激怒他 两人在实验室中不断拉扯 而教授自知命不久已 拼着一口气 坐电梯下楼用手榴弹炸死了援军 毒牙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 只见他冲上前与达米安开始肉搏 搏斗中他的腿部不慎又中一枪 紧接着抢过了枪的控制拳 一枪崩了达米安这个二五仔 毒牙拿过他的对讲机 一步一挪地来到夺魂机旁 他联系上了部长 可部长此时却一脸云淡风轻 在他眼中 自己已经掌握了人心胜券在窝 夺魂机存在与否 他根本就不在乎 毒牙引诱着他说出了罪行 部长毫无顾忌的一顿自白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 原来对讲的另一边 是国安局在收集着语音证据 这下部长的名声要保不住了 放下对讲机的毒牙安静地等待死亡 但下一秒头金戈却出现了 他搀扶着毒牙离开基地 第二天随着舆情爆发 到处都是声讨部长的声音 愤怒的民众闯进了国防部大楼 他只能狼狈地躲进车里 一路上他还喋喋不休 盘算着如何东山再起 但后视镜里的一双眼睛 俨然是公牛回来了 这下部长必定是凶多吉少了 国安局局长也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一举升官不在话下 而经此一役 暴雨彻底告别了刀口舔血的日子 而毒牙也被头金戈带回小屋 与爱丽莎过上了没修没骚的生活